好 坐車距離越遠 票價應該越高對不對 不過最近呢 有民眾搭乘這個國道客運 要從台北三重呢 坐到彰化園林 但是發現 自己的單乘票價 這個280元 居然比坐到這個嘉義 240還要貴耶 怎麼回事 甚至如果一口氣呢 坐到台南更便宜 只要220 讓他覺得真的太不合理 為了省車費 很多人要到外縣市 還是選擇國道客運來坐 不過之前有位民眾 在一般日坐客運 從三重要到彰化園林 買了張280元的單乘票 等到其他乘客買票時 奇怪的事發生了 真的好奇怪 實際到客運站走一遭 看看價目表 一般日園林到彰化 票價280元 但是另一頭的嘉義 卻少了20元 只要240 更往南走 台南票價220元 真的是越遠越便宜 這種奇怪的現象 大部分民眾 其實都沒察覺 到台南會才220元嗎 對啊 我還不曉得 因為我們從來沒有去過台南 不知道 那你現在知道 你會覺得什麼 會這樣嗎 對啊 就覺得很奇怪 有點矛盾 不太合理吧 應該是越遠了 會越怪吧 把台北嘉義 當時因為台北嘉義 是很競爭的一條路線 當時又有一些 違規的業者 在加入競爭 所以當時就 你把價錢一下殺到 很殺到140 那165 票價呢 當時一下 低俱降下來之後的 要調回來 需要一些時間 科運業者表示 未來票價一定會漲回來 但是半年只能調價一次 當初國道各喉站 殺價 殺太兇 沒想到現在 要把價錢漲回來 還會出現這種 坐越遠 價格越低的 奇怪現象 尊重阿根兩外堆臨 台北參謀道